在以前各项技术手段落后 当时的人们无法科学地探索自然世界 对事物的认知也不够全面 所以会有很多不认识的生物 只能将它的习性以及脾气等 简单地记载在文献中供后视参考 如果是非常危险的野生动物 则会将它描写得比较恐怖 以警醒后视 就比如山霄 关于山霄就流传出一句老话 那就是宁遇豺狼不碰山霄 其实含义就是 在山间行走时 宁愿遇到凶残的豺狼等食肉动物 也不愿意碰上山霄 要知道豺狼已经足够凶残且无情 那么山霄得多恐怖 才让古人发出宁遇豺狼不碰山霄的感言 甚至在有些文献中 人们将其与山鬼并列 可见人类对它的畏惧程度 今天我们就一起探讨一下山霄到底是个啥 又为什么让人害怕 在此之前新来的朋友记得点击关注 这样既方便浏览往期视频 又可以接收到最新的视频分享 对于山霄很多人都没有正确的认识 也很少见过 只是从书中了解它而已 所以有些人会根据书中的描述 猜测山霄可能是肺肺或者星星之类的生物 其实都不是 不过山霄的体型倒是和它们相似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山霄其实是体型最大的灵长类动物 体长在61至79厘米之间 体重在11至25公斤之间 有的甚至更重 从本质来说 它们也是一种猴子 但长相与普通猴子不同 因为山霄的面孔形如鬼魅 红蓝紫多种鲜艳的色彩 山霄作为猴子中的花孔雀 它脾气也是出了名的暴躁 甚至荣获了最凶残猴子的称号 因此山霄又被称为鬼沸沸 现在的山霄主要生活在美洲等地区 或者非洲等地区是一种杂食行动 也就是荤素兜斥 素菜主要以生果 坚果 植物种子等为事 了解完山霄的基础信息 去看看人类为什么要惧怕山霄 甚至发出 宁与柴狼不碰山霄的感言 其实关于山霄这种生物 在某些历史文献中曾经多次提及 所作的记载基本都是表达对山霄的恐惧之情 其中《山海经》记载中是这样描述山霄的 力大无穷 能占虎豹 最凶猛之物 而且在古代还有传闻说 山霄会偷袭人类 常常悄无声息的攻击 而且还喜欢将人类当成猎物食用 尤其喜欢吃头部 所以古人才说 宁与柴狼不碰山霄 以上就是山霄 让古人害怕的一些原因 到了现代 人们通过研究发现 山霄确实是一种危险的动物 它们性情凶猛且好斗 尤其是成年山霄 它们往往性格浮躁 一言不合就干架 不仅欺负毒蛇 还会和豹子干架 甚至有时直接和狮子正面刚 不过 人家山霄可不是无脑刚 山霄长着又长又尖的獠牙 它会用獠牙攻击敌人 所以如果对方不小心被它咬伤一口 那可就惨了 当然了 除了武力之 山霄还有着超高的智商 不仅会作战 而在打不过的时候也会及时撤出 然后进行不间断的骚扰 让对方不得安生 最后山霄的领地意识非常强 任何生物闯入它们的领地 都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杀死 包括人 即使打不过你也不会放棍 而是会不间断地骚扰 所以说在野外遇到山霄 一定要及时远离 不要惹怒它们 不然你可就惨了 看到这里 你可能会说 我们可以跑 如果你这样想 那就错了 因为山霄奔跑的速度 高达五十千米每小时 远超人类 还没跑几步就被它追上了 所以说遇到山霄 还是能远离就远离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请留下并分享你的观点 还请关注浏览更多有趣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